礼拜四欢迎你锁定非凡抢先报 明娟陪你一起来看盘 我们来看看在个股古期 在开盘之前有3%以上上涨的 有台药、台表科、台光电、成德、企基 这些都是在开盘之前 个股古期有所表现 中工也跳了出来 那还有包括了台光电企基 星象在开盘前 志源跟翔索也都有表现 我们赶紧来跟开盘专家进行电话连线 汉成仙早安你好 明娟早 观众朋友 大家早 是 刚刚看到了美股 这个也是多空都有 尤其是以肺半表现最弱 但其他三大指数是呈现一个上涨 那台股今天如何来看今天的开盘 今天其实开盘来看 算是看在平盘附近 去做一个震荡 那以美国股市来讲 其实可以看得到说 在肺半这边是比较弱势一点 所以往下去做开低的一个动作 那以现在来讲 其实台北股市应该是属于在高档区的一个震荡 那有可能稍微会有些震荡 在回撤的一个机会点 最主要就是在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在前天的一个爆量 爆了4,892万4千多亿的这个大量 那大量来讲往下下杀出现了一根黑K棒 那黑K棒的一个同时 昨天又往下回跌下来 那形成高档区两根黑K棒 下去就回跌 那这个高点来讲去技术面指标 也呈现一个背离 你如果看KD也好 RSI也好 其实在高档区的一个背离 因为指标并没有再过高 指数过高 反而指标没有再过高的一个情况 所以也会形成说 是不是在背离之后 再往下去之后回跌下来 如果说你打开这个RSI指标 更是可以看得到说 这个高点是四度背离 不是只有二度背离 不是只有三度背离 是已经到达四度的一个背离 也就是代表第四次的指标 没有过高 然后指数来讲是持续往上跌高 那在市场上来讲 其实这样的情况是很少看到的 那到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搭配到周线的一个角度去看 周线来讲同样出现背离 周线来讲 不管是RSI KD指标 MA系列就是让你三个指标 都同样出现背离 而且是背离之后 现在有点下弯下来 那这个可能就会有些进入到修正 整理的一个阶段 所以技术面角度来讲 其实也是比较弱势一点 第三点来讲就是在台币 台币来讲 其实近期还是呈现一个比较贬值的一个状况 贬值也代表说热钱不会进来 那外资的操作也比较保守一点 因此你现在来看的话 这些的一个台币来讲的话 其实都还有区域比较贬值的一个状况 那贬值又在高档区 可能这个外资买盘力道就比较弱势一点 外资买盘弱 加上近期内支的一个卖压又增加 你会发现到说 AI的一个族群太热了 过去来讲太热了 太热的情况之下使得有些所谓的 开始阻力在做一个调节 那上下的震荡幅度这么大情况下 开始有些所谓的比较大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压力出来 所以形成这边来讲 有些高档的一个漫压涌现的一个情况 所以内支也在做调节的情况之下 那会不会就有些所谓的 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存在 加上这近期来讲的话 也可以看得到说 轮动的一个态势来看到 虽然有可是并没有到那么明显 所以盘面上看起来 似乎指数高点 震荡的机器又比较大 比较大一点 而且不只是震荡 可能压力也蛮大的 会有些修正的一个可能性的 好 马上迁入你帮我们准备的内容之前 我们来看开盘的强股 目前已统计出来 最新开盘强股有 何昌 泰塑 中探针 建准 玉伟 长家智能 仲达 青云 光群雷 前顶 台光电 华安 以及科研 这是开盘的强股 您怎么看呢 其实开盘这几张股票来看 都表现不错 包装今天最强应该是在泰塑 泰塑来讲直接开高之后 拉伸上来 进攻到涨停满 前几天比较强的是在哪里 是在励志啊 是在血洗角度这一块 那反而今天来讲 泰塑就往上一座拉伸 散热族群来讲 今天表现都不错 散热可以攻到涨停满 那建准来讲 也往上一座拉伸 因为建准公布出来 单页EPS表现不错 就往上一座走高了 那血洗来讲 经过两天的一个回檔修正整理 今天又往上拉伸上来了 那也代表说 其实在散热搭上的AI角度这一块 未来的一个题材性还是比较高一点的 只是说股价来讲的话 有的股票是在高档区 可能在现在刚才提到的指数 可能比较震荡 高档股票可能追价的这个情形 这个就要比较小心一点 反而是低档区的一个股票 或者有回档修正整理的这些股票 可能就比较可以适合去做低阶的动作 另外可以值得留意的是 一家公司在通家 3588的一个通家来讲 今天也往上一座拉伸上来 通家来讲比较好的地方 是在说它是属于在低档低位阶 昨天刚出现低档的带量 敞红棒而往上拉伸 其实通家做的是什么 做的就是在快充的电源管理IC这一块 我们都知道苹果的i15 即将要开始再做一个拉货的动作了 i15来讲的话 是不是导入到Type-C 尤其在UBS PD角度这一块来讲的话 未来的一个成长力道 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尤其高速传输 昨天今天报道上也提到了 享受高速传输 也可以搭上AI这样的一个题材 所以在高速传输角度这一块 也是Type-C角度这一部分来讲 反而是不是有些低档区的股票 有机会开始坦升上来 那看到说3588的一个通家 昨天外资也买超了175张 反而在低档区 那贵运股价来讲 还创了这个PODM的一个新低 直到昨天才出现 一根带量的一个长红棒 往上做拉伸 那6月份的营收达到0.9亿元 水准那你看营收 营收是连5个月去做一个成长的 一月份只剩6500万 因为本人受到库存调整的影响 所以只剩6500万元 可是从一月份开始 每个月都逐步往上跳升上来 从7000万8000万8500万8800万 到6月份的9000万 那以这样来看 代表说股底最好情况已经过去了 所以股价反而昨天 就出现一个低档的带量长红棒往上拉伸 这也代表说其实底部来讲 应该是蛮确定的 有机会在这时间 呈现一个资金轮动的情况之下 而有些比较好的一个买盘 愿意在这个低跌的一个动作 所以股价相对比较强劲一点 其他也包括像这个所谓的重打也好 伪权店也好 所以股价今天往上拉伸上来 其实伪权店来讲 今天也算是蛮强热 底部来讲也算是 有些比较明显的一个态势出现了 往上做早升 那另外刚刚提到写起来讲 现在又往上拉伸上来了 代表说其实这股票 未来的一个展望 其实就是搭上所谓的AI的一个题材 那过去来讲这几天 因为震荡幅度比较大 AI族群震荡幅度比较大 那反而他也受到压抑 所以有往下回跌下来的情况 而今天来讲又往上拉伸上来了 代表说低接的力道算是蛮强的 那今天可以看到说 与党业绩最好的应该是在宜特 3289的一个宜特 宜特最主要是在车用 跟AI验证分析这一块 应用的一个强劲成长 会使得这个营运来讲 大幅增长上来 所以看到说公布出来 第二季的一个财报 EBS达到2.02块钱 这个数字上面少了一个2 是2.02块钱 光季征来讲就高达54% 年征是高达98% 因为打开3289的一个宜特来看 你就可以看到说去年的同期 第一季只有赚1块钱 1.02块钱而已 毛利率来讲 其实都维持在蛮高 都是在27% 28% 30%左右这样一个水准 那今年的第一季 EBS多少 1.31块钱 结果第二季来讲 就跳增到2.02块钱的一个水准 那代表说 其实受惠于AI的一个角度来讲 获利的一个成长力道 是看得到的 现在来看 其实你看到说AI族群 这么热过去 这么热的情况下 其实很多股票都是跟涨上来的 没有业绩 没有基本面提债的公司 可能开始要面临到修正的一个情况 可是真的有业绩的公司来讲 反而就有机会呈现一波 另外涨升的力道 那尤其像宜特来讲 过去这一种 是比较没有涨到的一个股票 你可以看到说 打开现行 过去这一个月的时间 都是呈现在高涨区的横向震荡整理 只有从昨天才开始 又拉出一根带量的一个长红棒 往上去就突破高点的一个位阶 那外资来讲 昨天买到了900多张 反而是融资大减了300多张 代表筹码上面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这种有获利的一个公司 那竟然是往上去 最后突破的 又可以搭上AI 这样一个最闷 热门的一个题材情况之下 应该都有机会慢慢在往上去爬升 所以接下来也要公布到 第二句财报的一个数字 这些公布出来的一个获利 可以大幅成长的 真的有基本面的 AI相关的一个股票 反而震荡稍微压力 压回来整理之后 应该都有机会在往上去爬升 OK 那我们今天也收到 来自这个讯导处 最新的注意股的一个部分 上市有21家 上柜有14家 所以有35家是注意股 那在镜面呈现 当然川湖 男子店 这个注意股 一共上市上柜35家 那讯导处有公布 处置股的部分 上市7家 上柜9家 有16家 我们讯导处也很忙 我们也搞得有点点忙 的确 其实现在来看 可以看到说 被处置的这些股票来讲 其实因为毕竟来讲 这些比较热 所以有的股票 涨的幅度都比较大 那刚才提到 其实AI族群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AI族群 最主要就是AI族群来讲的话 这次有树之锋 执行长来台访问 这样的一个行程 大家都看到说之前 MVDIA执行长来 哇 这个一窝蜂 一窝蜂的一个 所谓的相关股票 都往上去拉升 所以很多股票来讲 是趁热度 像华硕 华硕出来用个访问一下 就说我的高层 也要跟苏之锋指引长 去做会面 结果股价竟然可以拉两根 那拉了两根 也把这种 红基也拉了两根 那人报也可以带上来 那他们跟AI 真的有很大的关系吗 其实真的没有的 所以反而这样的一个股票来讲 在大幅涨升情况之下 那当然就整个的一个 所谓的有点过热的一个情形 那过热来讲 也把这个所谓的 相关的一个股票 也涨多之后 那量也都冲出来的时候 变成警示的一个效用出来 今天最值得注意 两档股票 应该是在英业达跟神达 因为是最近最强的一个股票 那英业达跟神达来讲 今天反而都会分盤交易 那分盤交易来讲 因为之前比较热 所以反而今天股价就有一些弱势 昨天来讲 其实英业达就出现 一根高档的一个长黑黑棒 那我们在昨天 连业市场的时候 就跟大家提到了 这种股票来讲 其实涨了这么多 那在前一天又出量 出现大量 其实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比较长得这么多的情况下 又这么热度 这么热情形 那可能就会有修正 回档修正整理的一个情形 所以昨天就算外资买超好 可是之前外资一直在卖 那反而在高档区买进 我不知道这是外资的操作 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那倒是高档这两天 是大买的一个情况 那会不会这两天 就开始调节出来了 如果调节出来了 那反而压回来的时候 反而是我们投资人的一个机会点 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股票 因为是这么强势 我们其实上了节目 上股市现场节目 也都讲了很多次 这种强势主流族群 里面的主流个股 强势的股票 其实在第一次压回来 都不要害怕 压回来来讲 你可以用三个买点去做切入 一个就是小时线的一个买点 第二个来讲 就是压回超15到20% 第三个来讲 就是比较长远的一个修正整理 你就要看日线的一个角度 所以近期来看 你可以配合到什么 配合到前面两个买点 一个就是小时线的一个技术指标 第二个来讲 就是压回 如果说真的有到15%以下 那你可以分批开始去 做一个买进的一个动作 这股票来讲 很容易的 再往高点来做一个挑战的一个情形 所以反而以英雅达第一次压回来讲 我认为是不需要太担心的 那昨天也讲到这个所谓的神达 神达应该讲的话 其实比较不好的地方 是在说前面的这一根黑黑棒 这个黑黑棒 带量的黑黑棒 真的是长黑黑棒 是比较实质的一个卖压的一个涌线 所以反而这个股票来讲 可能上涨压力就比较大一点 所以如果说他也是第一次压回来 第一次因为连续拉了五根涨厅 所以第一次压回来 我认为这股票 当然还是有机会再往上谈升 只是说他可能这个力道上面来讲 因为上涨的套牢压力比较大一点 可能会有弹 可是力道来讲就没有到那么强 那你在强短的时机上面来讲 就可能是要拿捏好了 OK 那最后再占用你一分钟的时间 台积电今天召开法说 当然台积电本身的一个价位区 那还有今天的台积概念股怎么看 我认为台积电今天法说来讲 应该不会有太多利多消息 那股价也在高档区 可能要再往上攻击一波 那这个难度真的是很难 外资把木額要调到这么高 可是这是之前的一个事情 不是最新的一个出来的一个报告 那这些来讲 其实市场上都已经反映了 那反映了股价没有涨 那代表什么利多不涨 所以这可能是 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来讲 你操作可能就要小心 可能台积观望的态度 会是比较好一点的 那相关的其他今天来讲 一些设备厂商来讲 算是有一些所谓的波动的一个情绪 最主要是艾斯摩尔的一个财报 非常的一个亮眼 所以包括今天的一个凡宣也好 加登也好 其实买盘利大不错 刚刚提到了这个所谓的设备厂商 不管是在这个所谓的宏康也好 或者在宜特 刚刚提到的获利很好的 这个宜特来讲的话 其实股价刚刚也往上做拉升 所以反而是在设备厂商这一块是受惠于 艾斯摩尔的一个题材 那会不会只是一日行情 那投资员也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比起来讲 利多消息稍微长生上来 那股价如果是属于在比较高的一个位阶来看 可能压力有比较大一点 建议投资员 其实现在操作来讲 我认为是区域比较谨慎 把这个谨慎的这个程度 稍微达高一点的操作 会是比较好一点 谢谢开盘专家 汉承先生跟我们进电话连线 时间来到9点15分 我们来看最新买单敲进股 包括了建荣中探针 华福三阳工业 宜特新唐华航 技嘉长荣行以及金宝 光宝科 还有这个是最新买单敲进股 提供给投资朋友 另外我们来看 卖单调节的部分 有利基店连店人保合索 这个是卖单调节 我们再把最新买单敲进股 因为指数来到目前 因为上下冲刷 开盘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刺激 在进面提供给大家 这是目前最新买单敲进股 所以我们赶紧跟操盘高手 齐远先生进行电话连线 早安你好 早安大家好 我是齐远 好每天9点 我们就是需要一个震撼教育是吗 没有 今天其实大盘还是维持 这个高档的横向征 就是说AI的客户 其实他还是有这个 持续公告的这个表现 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族群上 比较明显的就是在散的族群的部分 那这一个部分来讲就是这个见准 率先去公告做涨定的动作 那齐鸿跟双鸿呢 其实都有买盘接力的进场向 那昨天的这个废半虽然拿回 但是有一些个股 比如说我们看到就是以这个仙卡为主的部分来讲 还是有持续表现的一些个股出现 比如说我们看到就这个汉逊今天还是相对的比较强势 那这也不是说板卡族群要进入完全的休息 而是说应该是说这个所谓从品牌的部分去做运动 NVIDIA然后运动到AMD 那现在接棒就是Intel的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Intel其实在这一块开始有一些动作了 所以呢相关的个股今天就是有比较明显的表现 那另外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同伯基板 这个是最近比较明显有胀幅的个股 我们看到就是有台要率先去做发动 那会带动所谓的太光电 或者是连茂的个股有机会去表现这样 好所以呢包括从ABF啦 还有同伯啦 散热啦 板卡每天早上都要先检查一遍 我们稍后再做追踪 不过今天的飞机股倒是一早 这个也展翅高飞 其实在航空的部分来讲 我们知道其实过去一直都有所谓的军工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一些所谓题材去做需要 但是我觉得在航空股的部分来讲 它因为会有所谓的这个所谓航运的需求 因为特别是解锋之后 其实在旅游这一块还是蛮多人会想要出国的 那对这个所谓有一些飞机的部分 不管是你的航运或者是一些所谓这个所谓的维修 或者等等这些个股都是有机会表现 那我们知道其实就我们的目前来讲 长龙航的部分在前阵子修正一段了嘛 那开始做一点所谓的一个反弹的动作 那这个地方也看到一些买盘 如果说整个第三季的营收不出的话 我觉得各股还是有持续表现的机会 OK所以除了刚提到的这个飞机之外 还有包括这个飞机零组件的一个部分 在今天早上也有一并被这个带动 所以整个运输航运股的一个表现呢 也就是呢最为的一个亮眼 像包括了世新科啊 成田啊 汉翔啊 跟宝一目前都有一个percent 跟飞机零组件相关的有所表现 那军工的一个部分呢 大家也把它归到这个军工的一个相关 那是不是今天整个AI股有重新洗牌吗 AI的部分倒是应该是说 AI是一个概念 其实它很多东西都有机会去做 比如说机壳也好 或者是这个运算的这个所谓的IC设计也好 这个今天就的确是有一些修正回来 那在其他的一个部分来讲 比如说像这个通讯的部分 其实今天都有 因为我们知道AI其实是一个人工智慧的概念 但在背后需要很多的软硬体去做整 在软体的部分就是IC设计 硬体的部分就是伺服器相关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它就是一个族存在轮动 那当然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说 整个包括这个所谓的4星KY等等 这些个股其实有一点点的修正 但它不会去影响到说 整个高档机器的一个形态的表现 后续来讲我们还是要观察 就是说来到支撑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持续有一些机会 去做买盘进驻的动作 那这一些都个股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持续的去观察 比如说像资源 或者是以这个创意的为主的这些个股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播吧 那就以PCB相关的 今天整个台要是一早就亮灯涨停 那PCB当中有ABF 铜箔基板 您怎么来看 应该是说铜箔基板的部分来讲 是最近其实有在转强 那它的题材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讲 它是有在这个所谓高速版的部分 比如说以这个通讯为主 这一块来讲 其实铜箔基板的需求 还是比较有机会的 那另外在载版的部分 也是有网通的需求 或者是一些 设伏器的需求也是会有的 那只是说就整个机器的表现来讲 铜箔基板是最近开始由它要带动起来的 那先前的这个所谓的 载版的部分的表现其实就是 我们看这个指标股 就是以这个行星为主 那除了行星之外 其实许多个股还是持续在做整理 并没有说很明显的 这个所谓的需求的表现 这个就是各位可能在选股上 必须要去留意的意义 目前来讲 应该还是偏向个股表现 会比较优先这样 OK 那汽车跟汽车领主件的部分 在今天早上也有集结 那包括呢 这个先前也修正长达 三四天的华府今天早上 倒是有马上呈现一个 比较整军的一个态势 华府其实它也是先前 前几天上礼拜有出现开始修正 那来自于这个周一的时候 周二的时候其实还有出现 比较明显的这个跌停的这个现象 那就是在基线这个地方出现支撑 那原则上大家一下要留意 就是说因为这个量人来讲 前部还是会有一些 跌破月线那根长黑得掉 以及高档拉回的长黑 这些都是短线的一个压力点 所以呢 你也不用急着去做一个 进场成绩的动作 是不是能够在机械制上去做表现 还是要看这个周二 就是礼拜二的部分 7月20号这个 7月18号的这个所谓 空方缺口能不能去做回布 再做观察这样 好 那因为今天呢 我们看一下 昨天这两天当冲都很热门 这些当冲热门股 有的就被训导处喊注意了啦 像包括音业达 神达 人宝 新兴 宏姬 健准 长荣行 广达 金宝 康书 这是昨天的上市当冲热门股 我们在导播 上市当冲热门股 那上跪的部分有上权 陈德 广民 台药 乔威 励志 杰波 协议机 仙境光 跟新权 那这是上跪当冲热门股 帮我们做个检查好吗 就目前来讲 这个上跪当冲的个股 它有个条件就是说 基本上它一定是高级期 有大量出 通常就是量人是关键 那如果说你再看到这种 当冲热门股 有一天比如说 它的这个所谓周转率 超过两成以上 就是20%以上的时候 你就要留意就是说 它隔天的这个点位 是不是会有低点出现 那当下来讲如果说你要进行当中的话 第一个它开盘的时候不能太高 这个就是我们去观察的一个重点 那以这个重点去做筛选 我觉得会比较安全 OK 那昨天大家看到了生计有开始集结 本来认为还是蛮不错的 那当然包括了这个 陈德是指标 那还有呢这个生计的股王是指标 今天早上开盘 似乎没有想象中的灵光 生计的部分来讲 的确这个所谓的这个 昨天强势的这个保罗 今天有出现一个 稍稍回档的一个修正 那原则上生计医疗的部分来讲 其实它最近才开始 有一些灵动的一个效果 那在转强的个股当中 大家可以去观察 就是说有关的这个 AI远居医疗等等这些 真的是能够去有一部分的 这个所谓的这种表现这样 OK 那当然这个震荡还在继续当中 那包括台积电今天一个法说会 还有台积电今天的相关概念股 我们要用什么心态来做一个掌握 台积电的这个股价表现来讲 基本上现在是比较偏 横向整理 那横向整理的过程上 就看今天的这个 法说之后股价的表现 原则上我们看这个 法人动作来讲 其实投信是这几天都在卖 可见就是投信并不是那么的看好 那外资的部分呢 只是买卖都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法说会可能在法人的部分 并不是特别的去有任何的一个期待 那后续来讲就要观察 月线是不是能够有支撑 那以看这个法说的内容 是对于这个所谓的 高速运算的部分 这个毛利率 还有这个所谓 其他成熟支撑的部分 是不是有机会出现一些 比较好的一个消息这样 OK 那可不可以再占用您30秒 面对开盘那种快盘 大火热炒的一个情况 你给投资朋友 什么样的操作建议好吗 在9点25分的当下 以目前来讲 有些高机器的个股 如果出现其他的话 你不一定要去追 反而是以一个短线操作 或当中操作的方式 会比较安全 那机器比较低开始轮胀的个股来讲 比如说除了通波基板之外 类股可以去做一些 所谓的一个寻找这样 那AI的一个医疗的部分 这个结合提倡 我认为后续 还是有机会持续表现 个股的部分 还是可以去持续留意 OK 也非常谢谢操盘高手 齐远先生跟我们进行电话连线 时间来到了9点25分 最新买单超进股向您报告 有建林 樊轩 三阳工业 华航 长荣航 中环 金像电 大雅 金宝 康苏 最新卖单调节 雅尼 利基电 联电 系统 兴权 红基 仁宝 望红 红海 以及玉山金 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昨天上市当中的热门股 那有见准 长荣航 广达 金宝 康苏 新兴 红基 仁宝 英业达跟神达 在今天开盘的表现 那目前为止 上柜当中热门股 也在镜面当中 也跟大家来呈现 这是昨天上柜当中热门股 台药 乔威 励志 广民 兴权 仙境光 协议机 陈德 杰波 以及尚全 对您的看盘应该在这个时候有些帮助 而今天上市的高周转 跟大家来做个报告 包括了有 那我们刚开盘到目前为止 连电广达有2万2 中宫 中宫今天也有 一军突起有2万1的一个成交张数 提供给投资朋友 2万张以上在9点26分的 不是这么伤自顶标签吗